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博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作家苏勤说过这样一句话 真正的疏远,总爱穿着热情的衣服 真正的热情,却长着一身疏远的形同 曾经我们总以为热烈是维持一段关系的法宝 在设施健身,见识过人心,吃过亏踩过坑以后才明白 保持距离,不失分寸,才是与人相处最大的倾斜 在这个浮躁的世界里,真正长久的关系都有点淡漠 有点心狠,有点凉薄 一,淡漠一点 太宰智在《人间诗歌》里说 无论对谁,太过热情,就增加了不被珍惜的概率 与人交往过于亲热 会让你的付出变得廉价 最终是真心错付 看过刘德华和演员杜问泽的故事 2022年,在拍摄《无间道》时两人相识 并很快成为好友 杜问泽结婚时,刘德华不仅送出好礼 还主动为他当伴郎,忙前忙后 杜问泽遇到困难后,又是刘德华第一时间伸出元首 将自己的豪宅低价租给他 后来杜问泽想拍电影《伊沙贝拉》 一时间拉不来投资 听到消息,刘德华二话不说 投资千万港元为他铺路 结果电影票房非常惨淡 所有投资都打了水漂 这时,杜问泽却还想拍续集 刘德华好心劝他再考虑考虑,换个项目 没想到杜问泽立马不干了 他到处散播刘德华的坏话 说他是奸诈小人 刘德华一怒之下 从此断绝了与杜问泽的来往 很多时候,你奋不顾身对一个人好 掏心掏肺的付出 换来的很可能却是深深的辜负 林清玄在《清凉菩提》里说过一句话 世事静方见,人情淡时长 人和人之间多点淡漠 感情才能绵长,也让彼此处得久远 演员陈道明也曾谈及自己的交友观 他直言,自己不会跟任何朋友甜如蜜 也不会让朋友跟他过于热络 每当朋友跟他讲起私事 他不仅没有兴趣听,还会主动制止 他说朋友之间真到了掏心窝子的时候 就离分开不远了 几十年来,他从不与朋友交往过密 也拒绝别人过度的亲昂 这种冷淡的性格,却没有使别人疏远他 反而让和他接触过的人都感到如暮春风 毕书敏说 亲近地保持距离,或许才是最恰当的交际方式 一段关系来得热烈,未必能长久持续 不远不近,未必会很快离分 与人相处,不必一味取悦 也不必强行迎合 好的关系都是淡淡交,慢慢除 在弹幕中保持一份松弛舒适 二,心狠一点 一个人太善良,其实是傻 别人占有了你的东西 你还不敢说什么,也不懂得反抗 结果别人越来越嚣张,而你越来越卑微 眼泪都在眼睛里打转 但你不心狠一点,谁同情你 面子是自己挣来的,不是别人给你的 你学会了拒绝别人 那些小毒继承的人会远离你 那些大毒的人会高看你一眼 觉得你有出息了 曾经认识一个女人 男人总是对她呼来喝去 婆婆对她指手画脚 她忍着,不说话 但后来男人都动手打她 还是不敢作手 再后来,男人有了婚外的爱情 她只知道流泪 有苦不知道对谁说 现在她离婚了 一个人带着孩子还要工作 男人从来不付生活费 女人也要不到 别人都骂她傻,你去告她 终于有一天,鼓起勇气告了男人 结果赢了 虽然拿到的生活费不多 但她却有了久违的笑容 生活中你是否有过类似的经历 熟人有事向你求助 你抹不开脸面答应了 最后为别人的事 忙得焦头烂额 明明工作已经焦头烂额 同事却找你帮忙 你说不出拒绝 只能留下继续加班 朋友问你借钱声泪俱下 你于心不忍 从自己的生活费里 拿出钱接击她 面对别人的请求 你全都硬撑下来 不仅让自己不堪重负 还会让关系失去界限 正如白岩松说的 为什么别人越来越不把你当回事 因为你太好说话 什么事情一找你就答应 什么东西一要你就给 再好的关系 若总是处处妥协 事事退让 也只会让相处越来越累 齐白石早年刚成名时 一个叫李辉之的朋友 有一天登门求画 看在过往的交情上 齐白石欣然提笔 为他画了一幅 谁知道没多久 李辉之又来求画 并且指定要画一条大鲤鱼 齐白石心里很不舒服 却还是捏着鼻子做了画 这样李辉之隔三差五便来求画 其他朋友听说后 也纷纷上门求画 齐白石不堪其扰 宁愿整天躲在外面 也不愿回家面对朋友 后来他终于狠下心来 在客厅贴了这样一张门条 卖画不论交情 君子有耻 请赵任格出钱 不论关系亲疏 想要求画先给钱 否则免谈 这一下尽管还有人来向他求画 但避免了人情纠葛 大家关系变得简单 朋友对他也越发尊敬 电影交付中有一句台词 没有边界的心软 只会让对方得寸进尺 毫无原则的仁慈 只会让对方为所欲为 成年人的交往 善良要有原则 付出要有底线 很多时候 与其一味容忍 不如心硬一点 该拒绝处当拒绝 该狠心时就狠心 只有明确一定的边界 才是维系一段关系的长久之际 网上有一个提问 与人相处 最自在的状态是什么 底下有个高赞回答说 既不委屈自己 也不亏欠别人 各自为安 两步相欠 好的关系 不应过于疏离而尴尬 也不应过于亲近而负累 前段时间 作家李小义 邀请义中天教授 做客自己的直播间 几天后 他的一个朋友 就托他 向义中天 求套签名书 李小义回复说 很抱歉 我办不到 我也没有 义老师微信 朋友觉得很奇怪 问你们是朋友 怎么可能会没有联系 李小义解释说 义老师是 七十多岁的老人家 通讯路多一人 就多些纷扰 不如亲近打好 所以自己没有要求 嘉义老师的微信 有事就托编辑转达 这样有事就联系 平时互不打扰 反而彼此都比较舒服 年轻时 我们试图通过密切联系 频繁互动 来拉近彼此距离 保持亲密 后来才发现 守住分寸感 为关系留白 才是对一段感情 最好的看重 正如梁石秋 在《谭友义》里写的 君子之交淡如水 因为淡 所以才能不腻 才能持久 其实最好的关系 是各自带着凉薄 他也不需要天天见面 也不用刻意找对方聊天 而是你们即使很久没见 面对面时 也能侃侃而谈 不拘谨 也不冷场 有一句话说得好 感情最好的状态 就是彼此在意 各自随意 在一起时自然和乐 不在一起时各自安好 任何关系不强求便不累 不执着就不苦 凉薄一些远近随心 轻疏随缘 才是人与人之间 最好的相处模式 心理学中有一个脆火效应 脆火是金属加工 最重要的一道环节 当金属加热到一定温度 必须经过冷却处理 才能提升硬度和耐磨性 人际关系中也是一样 长久的关系需要互相温暖 更需要适当冷却 亲而有间 孰不与举的相处 才最让人舒心自在 愿我们把握好尺度与距离 都能收获真正舒适长久的关系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传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